你也知道我年輕為了要練官校 家庭都比較差一點 所以他無情好好洗人生的第一所選 考試的所選 尤其官校考上以後 要從南部到北部來 那時候講只能一句話 家裡也沒有錢給你 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 分享年輕時因為家境關係 有過生活困頓的經驗 作為新北市社會局舉辦 預約幸福未來脫貧方案 成果發表會的開場 為了協助弱勢家庭脫貧 針對不同的對象 開辦契約卓越智力脫貧方案 單情弱勢家庭發展帳戶 以及續日生癌發展帳戶等不同的方案 在經過兩到三年的時間後 這些受輔助的參加者 已經有機會 讓自己的人生從頭來過 這幾年來 只有254 因為我們到三天 所以在動資的持續銀行 就欠1538萬 我感覺這比我們以前 對你比較弱勢的家庭 用現金給他更好 讓自己走出來 讓自己去打拚 除自己的夢 創造自己的一個天空 那政府在旁邊協助是最棒的 政府單位不只是單純的給金錢照護 而是透過受助者儲蓄金額 市府相對提拨 在期滿之後 讓他們有機會去圓自己的夢想 給自己一個全新的出發點 那時候高中正準備要畢業 就在猶豫到底是要出社會就業 還是繼續升學 然後就在這時候收到那個 新北市政府寄來的 國軍說明招募會的邀請函 那時候就已經從電視上就知道 軍中其實比以前好很多 也進步很多 然後就自己想說 也可以減輕加重負擔 念大學也要付很多學費 所以就跟家人討論 講出我的想法之後 就決定加入空軍這個大家庭 就是很高興就是 能夠參加這個脫貧計畫 就讓我可以短暫 就是趕快做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夢 就是可以趕快完成一個 我這個可能活到80歲 然後就是在20歲 我就可以完成了我第一個夢想 那去英國之後就是體會到很多 哇 這些從來就是只是看過 或者是只是在一些地方 就是吸收到的那種文化 原來就是這樣真實的發生在我的眼前 家庭的困境 不再是他們無法翻身的枷鎖 新北市政府推出了自力脫貧方案 讓他們有機會填足自助 透過自身的努力 再加上市府拉一把 讓人生有不同的樣貌 預言未來幸福 夢想起航 中家新聞林立五六番綱 板橋報導 到